今天给大家带来高分悬疑电影看不见的客人 一个白发老太来到男主的公寓 男主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而白发老太是他请来的百战百胜女律师 原来男主正身陷一场命案之中 死者是他的情人劳拉 尽管男主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 但因为案发现场只有他和情人 他依旧被指证是头号嫌疑犯 女律师说检方已经找到了一名证人 想要扭转案子的最终结局 帮他洗脱罪名 他必须将细节全部告诉自己 男主终于缓缓开口 说起男主算是有妻有女事业有成 日子可以说过得十分幸福啊 但家花哪有野花香呢 他勾搭上了有夫之妇的摄影师劳拉 并且长期保持肉体关系 但这件事呢被人发现了 于是写匿名信来勒索他们 并约在了距离住所300公里的酒店 到达酒店后男主却发现短信来自情人 他意识到不对劲 正准备走就被打晕了 等他醒来情人已经被杀害 警察也来到了屋外 听完他的陈述 女律师开始分析 据现场证人所说 案发时没看见有人离开房间 而且房间被防盗链从内部反锁 窗户没有把手 是没有办法从里面打开的 也没有被撬开的痕迹 按照男主的说法 除非罪犯人间蒸发 不然多多少少会留下痕迹 男主急忙反驳说 是凶手为了陷害他设下的陷阱 但是什么人会陷害他呢 他的身边似乎找不出来 有这样动机的人来 显然他没有交代实情 这时 女律师掏出一份报纸放在他面前 上面是一名受害小哥的失踪报告 看到报纸后男主变了脸色 犹豫之后他说出了另一个故事 三个月前 他和情人优惠后开车离开别墅 路上男主提出想和情人分手 在争执中发生了一场车祸 意外撞死了一条鸽 这事要是被人知道了 俩人的家庭和事业都会完蛋 为了掩人耳目 男主趁着夜色将受害小哥 塞进后备箱 连人带车一起沉入了湖底 而情人呢 在原地等待的过程中 遇见善良的眼镜叔 眼镜叔帮他将坏掉的车 拉回家中修理 然而情人却发现 眼镜叔竟然是受害小哥的父亲 这么晚了儿子还没回来 眼镜叔夫妻俩十分担心 于是打了电话过去 情人这才想起受害小哥的手机 在自己身上 于是赶紧将手机藏进了沙发 匆匆离去 眼镜叔看出来情人的不对劲 他发现儿子的手机有通话记录 很显然儿子离开的时候 带走了手机 这手机是别人带来的 于是他留了个心眼 记下了车牌号码 男主和情人回去后 就将这辆车拉去了拆车厂 并且约定好 俩人不再见面 假装无事发生 继续以前的生活 但很快警察就根据 眼镜叔提供的车牌号码 找到了男主 因为这辆车是男主的 男主说自己的车被偷了 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不久电视上报告了 受害小哥携款潜逃的新闻 他说是情人用受害小哥的卡干的 情人是个为了自保不择手段的人 眼镜叔为了还儿子一个清白 调查了男主和情人的关系 但是无论他说什么 警察都不相信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 男主就收到了 抛尸湖边的恐吓信 这也是他和情人 会带着钱去到那间酒店的原因 女律师说 如果他已经说出了所有真相 那现在最关键的是 找出谁会记这封恐吓信 男主想到 他们在主理车祸的时候 撞见了一个路过的司机 可能当时那名司机就发现了端倪 于是假装离开 却藏在背地里悄悄观察他们 但女律师觉得 男主在淡化受害小哥的死 如果重点放在司机勒索上 那么为什么男主收到的短信 是从情人手机上发来的呢 为什么司机为了钱 而却没有拿走钱 凶手又是怎么在案发现场 自由出入的呢 一连串问题 直接把男主整懵了 显然他刚刚的推测不成立 女律师说 有没有可能是受害小哥的父亲干的 眼镜叔拥有强烈的作案东西 而恰好他们在男主被捕现场的报纸上 发现了眼镜叔的妻子 试想一下 为什么要大老远将他们约到 300公里以外的酒店 就是因为眼镜叔的妻子 在这间酒店工作 而眼镜叔在妻子的帮助下 轻松地拿到了房间窗户的钥匙把手 事发后 打开窗户逃离了现场 而他妻子及时跟着警察来到现场 将窗户锁住 这样就完成了一场完美的假货 啥了情人让男主成为了凶手 就在这时 女律师接到一通电话 她说 检方找到的那名证人 是那名路过的司机 他们现在必须加快进度 女律师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一切罪名丢给情人 反正情人已经挂了 送对证 而且男主也没有在场证据 只要在受害小哥的车上 发现情人的物件 就可以完全将事件 嫁祸给情人 男主就可以完全被摘出去了 他之所以会去到酒店 可以解释为 因为情人的求助 而他唯一的罪名 就是隐瞒了这件事 男主却说 这个说法不成立 当时那名路过的司机 看见了他和情人在一起 而且司机不是还要做证人吗 女律师却说 根本就没有证人 是他为了逼男主 说出真相编造的 男主一下就懵了 却很佩服 女律师这招实在是高 于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 女律师真相 他将尘尸的位置标出来 拿给女律师 并告诉他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抛尸的时候 受害小哥还没有死 只是昏迷了过去 但是为了逃避责任的男主 依旧将他沉入了水底 男主担心事件的时候 会被发现端倪 所以要求女律师帮他解决 到了这个地步 女律师终于看穿了男主的真面目 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为了将自己从事件中摘出去 可以不择手段 最后 女律师提出了自己的猜想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男主干的 出车祸的时候 情人想报警 男主却害怕毁了自己的名声 坚持要毁尸灭迹 被警察找上门后 是他向受害小哥的卡 转了大笔钱款 使得受害小哥背上 携款潜逃的罪名 而情人一直是被迫卷入这件事 还因为巨大的良心谴责而患上焦虑症 为了弥补 他将一切告诉了眼镜叔夫妻俩 他想用一笔钱 补偿可怜的老两口 并用照片将男主骗去了酒店 打算和男主一起去自首 男主却一气之下杀掉了情人 布置了现场 将自己撞晕 并利用情人发给自己的短信 编了许多谎言 试图掩盖自己的所有罪行 真相已经浮出了水面 但男主觉得即使这样 之前的那些谎言已经足够他逃脱了 女律师却告诉他 那张酒店的照片是合成的假照片 所以他的公词根本不成立 女律师说 要想有新的辩护 男主就必须承认自己杀了人 男主当即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女律师说 他已经想到了新的辩护词了 但是需要休息十分钟 说完 他离开了房间 就在这时 男主发现自己的钢笔露出了墨水 拔开一看 里面是个窃听器 翻开女律师刚才的资料 发现里面全是空白的 男主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他看向对面大楼 那扇被打开的窗户 发现那名女律师 竟然和受害小哥的父亲站在一起 并缓缓对着他 接下了自己的面具 原来这女律师 竟然是受害小哥的母亲加班的 而他们刚才的对话 全部被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 就在男主的震惊中 房间被敲响了 此时真正的律师才刚刚到来 所以说一个人一旦撒下一个谎 就必须用更多的谎言去圆 但纸包不住火 谎言终有被戳破的一天 而犯下的错 也终将会受到惩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